Hello 各位好 今天要介紹這裏三份教材 這三份都是同一個系列 就是用一個鐵盒來包裝 它會是三款 一個叫火柴迷宮 這個叫邏輯方塊 另一款叫做創意七巧版 都是台灣的教材 香港代理 我現在首先介紹一下這個火柴迷宮 這個火柴迷宮其實是很特別的 是一個很輕巧的設計 其實它是一個鐵盒 很適合給小朋友外出玩 也是一個邏輯思維的教具 打開鐵盒後 你會發現很多小火柴 這些小火柴是磁石 磁石是可以把卡片放在這裏 然後它會有一疊卡 還有一些小火柴枝 還有提木卡 我首先放在這裏 提木卡 有幾個款式 這裏也有寫了 這裏是香港的代理 另外這裏寫了8歲以上 其實是一個人玩 其實我覺得不只一個人 兩個人一起玩 一起思考都很好 這裏總共有25章 總共前後底面有50關 它分為4關 有基礎 接著 就會有進階 也有困難關 最後會有專家關 這裏比較難 它分為星星 1、2、3、4顆星 這裏是基礎 我們先用一個最簡單的 來試試 首先 請小朋友用這個底板 先把這個底板放進去 然後 根據它叫你的方式 然後就把底板放進去 它分為這個底板 對於它分為 它分為硬 之後 它分為硬 就已經分為硬 它分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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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分為硬 它分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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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角是相等,均為60度 這些是資料性的知識 下面的重點就是這個題目 上圖有兩個小正三角形 移動光好兩斤火柴 使上圖變成一個大的正三角形 他就叫你要思考一下 動哪兩支,然後變成正三角形 好了,那我們想想 我們當然想到了,就是把這兩支移上去 就會變成正三角形 就是這樣 在這個說明書,他就會很清楚有一個答案 例如這個第一題,就會有No.1的答案在這裡看到 上面也是清楚告訴你,有多少個配件 遊戲的規則 其實規則就是叫你跟著那張卡上面的指示去移動 有那麼多個關數,有那麼多個答案在這裡 這個也挺有趣的,而且我覺得很方便 小朋友可以隨時拿出街玩也很方便 也是,收藏也很好,也很薄 這個大家可以試一下,火柴迷宮 謝謝